马上请出下一位挑战者 曹敏 有请 你好 你好 三哥好 做个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曹敏 今年25岁 来自山西太原 两位主持人看一下我的穿着 觉得我是干什么的 这是建筑工地的服装吗 或者是电工 技工 对 我是来自热电厂的一名热控工程师 但是妹妹 你是我第一个见到 把这个电厂的这车制服 穿出了那种赛车机车服 对不对 很帅 很散爽 就差个模特儿 今年年纪 我今年25岁 刚刚参加工作 对吗 参加了三年了 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学的是电器工程及其自动化 这是你自己理想的工作还是 我自己本身就比较喜欢学物理 比较喜欢工科 看不出来啊 工科女生 对 今天来到黄金100秒的舞台 就是想展现一下中国女工的新形象 然后摒弃大家对工科女生的一些传统看法 好 既然说到了改变 那从哪几个方向改呢 来一对模特秀吧 热电 热电 对你的有 他得放电 前提是能放电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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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李宗盛 我现在被砸之前是一米八 由于被砸过之后 现在变成一米七 戴上安全帽更好的保护自己 我觉得妹妹性格很好 挺开朗的 25岁的年纪 然后也是你们 热电厂的一枝花 厂花 不用问 追你的男生应该很多对吗 没有很多 我现在还是单身了 还是单身了 这个 有点不太符合情理 符合情理 因为是过去在工科学校学习 对吧 可能一心就是钻研业务 对吧 那之前是不是就没有 主动争取过这个爱情呢 没有 我参加过一档相亲节目 是你自己想去参加的 还是妈妈给你报名的 我自己想去的 就是想找个男朋友了 对 那你不是看节目里边不得特别抢手啊 没有 我给人家爆灯了 人家没有选我 是啊 你能跟我们讲述一下当时的状态吗 是因为你走秀了吗 我当时为了争取那个男嘉宾嘛 然后我就上台跳了一段热舞 但是可能就是对方家长觉得 人家比较喜欢那种斯文一点的 温柔一点的 所以说不是那个男嘉宾没有选择你 是他的爸爸妈妈 我觉得是 你觉得是 就是他刚要选的时候 他妈就说不许选他 为什么非要选他呢 对啊 他有什么好呀 他长得帅 身高超过一米八 唱歌好听 哪人呢 北方人 北方人 名字是俩字还是撒字啊 俩字 对 我坦白 我参加过一次相亲节目 我是不是太肤浅了 其实不付钱 有时候北方人身高一米八 然后性格好 爱开玩笑 其实这样的人 往往有一颗特别细腻的心 有一颗爱心 而且在家里呢 能够勇于承担 无论是外面赚钱的工作 还是家里面刷完洗衣服 带孩子 扫地 做饭 这样的活都能干 不过这样的男生呢 天下难找 随缘嘛 那所以说你今天来到我们黄金100秒 也是想向大家展示自己 对 我希望大家能看到我各个方面的样子 也希望电视机前 上了年纪的阿姨 如果喜欢看跳舞的 来找我吧 好 好 以后这句话很重要 来找我吧 接下来你有一百秒的时间 可以证明和展示自己 好的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总会发光 请登上黄金舞台 黄金100秒计时开始 准备 Zither Harp 演唱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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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